print3,然後cout4,然後cout5 那這樣看出來有沒有什麼規律 print3就還會做print2,然後cout2,然後cout3,然後4,5 所以觀察完規律之後實際輸出就是1,2,3,4,5 所以從剛剛例子我們可以從,如果你沒有辦法理解這個地毀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可以先看看小範圍裡面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因為地毀每次都只會做一樣的事情地毀下去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規律類推到大範圍裡 那這邊是另外一個程式嘛,如果你呼叫print6會怎麼樣 跟前不一樣的是,前後都會再多呼叫一次print 暈查3d 暈習ças 暈pell 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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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你可以发现每次我会叫两个东西 所以 可以先看print1就是输出1而已 那print2会做什么事情 我会先做一次print1 然后做一个2 然后再print1 那print3就会把这个东西再前print一次 然后print一个3 然后我们再丢出一个121 所以print3会长得像这样 所以如果你自己模拟一下 接下来操作的话 print6会长得像是这样子 因为从6分界起来 这边是print5 然后这边刚好是5 然后前面两个是print4 print4的前面两个又是print3 然后print3前面两个又是print2 所以我print6会呼叫两个print5 每个print5会呼叫两个print4 所以总有四个 所以这样我每往下递回一层就乘以2 所以如果递回n层 它就是2的某 它会是某个次方 我想确认一下你们 你们你们都有学过次方的概念吗 例如说2的5次方 然后3的7次方这种东西 如果有有学过的话 帮我按一下举手 好看起来你们都有学过 好 那所以我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从这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每次增倍的话 递回就像指数 就是四方那样增加 那如果每一次都减半的话呢 每一次都减半可能 你可能会想象二分之一的某个次方 那每次减半其实有一个好处是 数学上有个东西称为对数 就是指数的相反 就是如果说除法是乘法相反 那你应该如果有学过的话 应该不会说开根号会是指数的相反 因为开根号只能让他 只要让指数变一半而已 但是对数可以做出 把他的指数拿出来 这意思就是A的B次方是C 那log就是对数 我可以问说C 是A的几次方 那他会告诉我B 就很像这个概念 所以它是指数的相反 那如果我一直破半的话 我觉得如果我每次都破半 那我地毁一次 我能解决的问题大小就是两倍 或是三倍或更多倍 我先以两倍为例 那这A的B次方就是某一倍 那因为他会成长很快吧 例如说2 然后接下来就是4 接下来是8 然后16 如果你把它画成图 它会 它会像是这样的成长 那它成长得很快 但是那如果所以每一次我可以解决问题 规模就大很多 所以如果 每次我只是要问说几次可以打到这个大小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几次 应该会非常小 又说我要问这个点 那我实际上这个点的规模是这么大 但是它对应的会这么小 那在更上面会更明显 你的规模会非常大 但是你实际的可以解决速度就很快 所以对数是 如果你的运算时间只需要对数的时间的话 那这样它会快非常多 好 顺带一提log相当于log以实为底 这个就是所谓的底数 不过这个其实现在不太重要 你们在刷进阶班的提担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题目是 TOJ3有两个数字AB 求出他们的最大供应数 GCDAB 我也好奇你们是怎么做的 这个题目有的应该是 这边 把他放在聊天室里面 把他放在聊天室里面 这个方法应该是 呃 这个方法用的应该是 这个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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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样看起来很烂 但是这样看起来很烂 所以我们在考虑有没有办法 地毁下去 出这个问题 所以想问一下你们 有没有都学过 过辗转相处法 这个东西 辗转相处法如果没有学过的话 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可是如果你们解除那题 基本上 应该都有学过 就是不断的对对方取运数 那不断的对对方取运数 我们可以改成 后面对前面取运数 然后交换 那中指条件就是 其中一个是零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最大供应数 所以就直接回传这个值 所以其实地毁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其中是一个零 我就回传 等一下这边 这边写错了 应该是 Return A B A加 B 因为 或是A B Max 都可以 因为其中一个是零 这边要Return一个值 那不然我就 后面对前面取运数 然后 这一支前支 后面对前面取运数 然后把它交换 然后 其实这个写法有个黑魔法 就是 你可以在你的电脑 好 如果你有 你可以在你的电脑试试看 这个东西 有些地方会支援这个东西 实际上 实际上 GCD C++ 含尸库有 有帮我们 有些 编译器有帮我们做好这个东西 所以 我不太确定TOG上面可以用这个东西 所以 这是一黑魔法 如果你懒得写GCD 它其实有 这个地毁方法其实已经算够简单了 因为 我只要一个判断条件 然后Return就好 这算是一个蛮简单的地毁 然后 但是 其实有这个黑魔法可以直接用 然后分析时间的话 这边有点通灵的是 最差是飞波化器数据的相比两项 因为 可以想成 如果要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那我GCD一定要是1嘛 那不然我就把两个数字都除掉这个GCD 规模就变小了 而且里面的所有数字都一定会是这个东西的倍数 所以 我一定要让GCD 就是最大供应数是1 然后我让最大供应数是1呢 就按照刚刚的地毁 刚刚的地毁是 取渔数啊 那我要希望让取渔数变少 但是 当B比较大的时候 因为第一次可能是B比较小 但第二次就会交换回来嘛 所以这样只会花一次的时间 然后 B如果对A取渔 那因为A比较小关系 所以B一定会减少某个数字 那最坏的情况下就是减少刚好一个A 就最坏的情况我只减少掉一个A 因为我可能减少到两倍A 三倍A都有可能 但是这边如果只减少一倍A 然后可以观察一下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飞波化器数列的相比两项 那这样 它是成长最目前 就是按照这个规律来讲 它是成长最慢 而且每次递回下去 刚好它的下两项又是最差状况两项 那但是 被挖器数列的话 它是接近直触成长 所以它就会是log 然后minAB的某一个常数倍 所以比刚每一局是minAB 但是这边是取对数的东西 所以它会比刚刚的小非常多 然后剩下的部分就 让你们先自由练习 很多的 如果你们有写过 你们写过 大部分的题目 都可以都可以用地毁方法去想 那地毁方法 在一开始不会不会那么容易 因为地毁的东西 地毁东西 对于一开始来讲会比较难想像 然后如果有 刚刚有什么问题可以 来问 来问讲师 然后 然后 不然的话就先自己练习 然后我等一下会丢一题 比较 难一点的练习题 然后 如果想不出来的话 最后可以再问一下讲师 然后 下一节课是 预计应该是讲 位置跟指标 会等下10点的时候 会开始讲这个东西 然后 请不吝点赞 呃 嗨 大家都回来了吗 有没有人刚写完就是我丢的那一题 Code for one 那一题 还是你们其实没有点进去看 有人有点进去看的吗 有点进去看的帮我举一下手 OK 有什么想法吗 还是想不太到 有吗 有吗 那那一題需要先講解一下那題要怎麼做嗎 有嗎 有的話幫我舉一下手 好看起來沒有 那我就直接往下一個課程開始上了 位置就是指 位置與指標裡面的位置就是指電腦記憶體的位置 然後指標就是指說用來儲存指向一塊記憶體位置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的變數除了 除了可以存 字元 然後隆隆 INT 之類的東西 我也可以存一個記憶體位置用來指向一塊記憶體 所以看起來就是 位置跟指標看起來就是在對記憶體做事 然後甚至可以達到動態宣告變數 我可以把電腦記憶體像成一格一格的區域 那我們宣告變數的時候就是在上面 拿一些格子然後來儲存我們要的變數 然後這些變數就會 這些格子就是 記憶體裡面一個一個區塊 然後每個區塊都有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AND來提取記憶體 然後可以把這個程式碼放在你們的 本機跑看看 它的功能是 它的功用是會先宣告一個K 就是一個INT的變數K 然後我們會把K的記憶體位置提取出來 然後輸出 可以試試看你們會得到什麼東西 有嘗試出來的把輸出貼在聊天室上面 讓我知道一下 然後幫我們也可以打開 那就是這樣 接觸卻 開吧 很久的是 OK 我是 有嘻試試看 我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没错 我不听你们是复制上面的东西 你可以试试看真的把这个东西丢到你们的程式码里面 就是你们的编辑器里面 然后编辑出来执行 每一次执行很有可能都会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01X表现是16进位的 然后它储存在6FFE1C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标示说电脑 这个INTK实际上是在电脑的这个位置里面被储存 对 所以如果跑几次看看的话会不太一样 像这次这次输出位是00X62F1C 在下面这边有看到 然后如果再跑一次 这次是拿到一样的位置 有时候会跑到不一样的位置 我把它重设好 那刚刚这边一直拿到一样的位置是因为 应该是会主要原因是 有可能原因是因为电脑里面 我运行的程式没有没有变动 所以其他程式吃的位置都一样 所以电脑理所当然就会分配一样位置给我 所以如果你可以都一直得到同样的结果 你可以等一下再试一次 通常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比较正常 表示你的电脑给这块程式的记忆体 每次是不一样的 这是刚刚提到 每次这个位置可能会不一样 也有可能会一样 要解决电脑当次的状况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东西如果你拿去提取一个阵列的 一个阵列的东西的话 提取K 提取K 提取K的第一格 你会发现正列的相邻两格 第一格刚好会是 第一格跟第二格会刚好差一个 差4 那实际上 那实际上 差4在 如果你把前面的K直接写成K加1 你一样会得到加4 而不是加1的效果 原因是因为你在记忆体加1是相当于我往阵列的后面走一格 所以 一个INT占4格 所以它就会加4上去 所以同理如果你加2 你是宣告INT 然后加2就是加8上去 然后当然你可以加到很大的数字 甚至可以超出这个阵列的结尾 因为我只是去存取它的记忆体位置 实际上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是因为正列运作是当我们宣告的时候 我会去 向电脑会给它一整块连续的记忆体 表示一个正列 所以我就会轻松的加1就是下一个 加2就是下两 就是第二个 加3就是第三个 这样每一块记忆体就会自己变好 这也是为什么正列 因为K0 会是第一项 因为我可以正列的时候第一项 第一项就是刚好在K的这个位置 所以它是加0的状况 就是这个样子 那既然它的位置是A加K 那 根据加法交换率 可以把它换过来 变成K加A 所以如果你去编译器写 这个东西 因为得到2 因为EK 其实EK跟KE的 描述 描述是等价的 因为它只是在记忆体位置上面去做事 所以这两个东西 实际上是 等价的东西 就是这两个 不过 不过不会有人故意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写成这个样子很独流 没有人看得懂你写什么 甚至连自己都看不懂自己在写什么 然后 有刚可以提取记忆体位置 我们就可以 宣开一个指标指向那一块 记忆体 那修改这个指标的 这个指标指向内容 就是这个指标指向内容 是那一块记忆体 所以这个指标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刚刚提取出来的记忆体 所以如果拿那个记忆体去 你直接去修改这个指标内容 例如说我把它加1 就会相当于我把记忆体加1 那要看 那个东西的大小是什么 就会往下面一个 那如果是修改那个指标指向的值 他就会拿自己的 它就会拿自己的指标的值去找那一块记忆体 然后改它的值 所以就是说 现在这个值有两个分 有会有类似两个分身 一个是它本身 一个是另外一个指标指向它 那所以使用信号可以宣告个指标 像是这个样子 这是INTA 然后P的P指向 P是个指标 它指向A的记忆体 所以如果我去看P指向的东西 我把它设成1 就相当于把A设成1 然后可以宣告一个指向指标的指标 我直接宣告一个指标不给它位置的话 我会指向没有东西 存取的时候 大部分情况会导致Runtime Error 就是执行时的时候出错 可是 也有一种情况不会出错 是如果你 储存的那个值 很幸运的 它会当掉给它一块记忆体的时候 它不会给它出失值 所以它会用那块记忆体 原本剩下来的值 是什么值是什么东西 那如果它存取的这个值 指向的记忆体 刚好是它可以存取的记忆体 那就不会导致Runtime Error 那这个东西通常是你自己 城市内的变数 所以它可能也会 就算没有丢出让它AO 也会让你的城市 有可能会坏掉 但也有很幸运没有坏掉的时候 指标有一个小优点是 如果刚刚有讲过 如果我修改一个指标的指示 修改一个指标的指 实际上是修改记忆体位置 所以如果我例如说我有 两个阵列 我把它的指标互换 实际上我不会把所有的 指都复制起来互换 我实际上是互换指标 所以互换指标 互换指标就会达到 只交换头的那个记忆体位置 所以它会是 常数时间 因为我只交换头 我不会把整个阵列复制一遍 然后两个一直交换 但是就像刚刚讲 如果你没有妥善管理好 那一个一个指标 比如说你宣告了很多指标 但是你没有好好管理 就会有run time error 或是不可预期的错误 各种错误都有可能会发生 可是就像这样我不可以 强制宣告某个记忆体 比如说我直接强制说 这个变数要存在某个记忆体 可是这样做的话 电脑不会允许你做这种事情 因为这个记忆体有可能 别人正在别的城市正在用 但是你去把它强行站过来 在电脑里面 电脑里面不可以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电脑就是你的城市坏掉 不然就是它的城市坏掉 所以要达到动态宣告记忆体 可以使用new跟delete 这是C++的方法 C语言有的一个方法 C语言有的一个方法 是这个 这是C语言的方法 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看看 它是 因为C++是从C语言发展上来 所以它还是支援这个方法 比如说这样 new会回传一个指标 指向我新给它的记忆体 因为它不能够回传一个变数 所以它只能回传一个指标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批指向的东西 就会是一个新建的记忆体 那这块记忆体是一个INT 然后后面的括号就是初始值 如果 如果后面没有括号 像是这样写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 不会有初始值 它就是把那一块记忆体拿过来 然后设定它叫INT 所以 这个P现在的值呢 是一个位置 然后直向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值 这个只会是记忆体原本留在那边的东西 然后 例如说我也可以宣告一个阵列 长得像是这样 就是 NewINT 后面如果加上有方括号 我就会动态宣告一个阵列 长度是10的阵列 那 尽管我们可以动态宣告 我们还是不可以让 记忆体超出 你的电脑的记忆体限制 所以如果你 这边10的数字打太大 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宣告 那没有办法宣告的话 就会丢出错误 通常是Rum Time Error 那原因是因为 这个New是怎么运作呢 它其实是用 刚提到信息源 这个MALOC去做的 它会先用这东西去创造 它所要的东西 它所要的那一块记忆体 然后把它配 把它挥寸成一个指标 然后再把 再把这些东西 依照我给它的值 去设定这块区块值 那使用完这个变数之后 要记得Delete掉它 那如果不Delete掉 会发生什么事 不Delete掉 会一直占用记忆体 只要程式结束 而且当你 当你就说 比如说我呼掉了一个函式 然后那个函式 创造了一个指标 指向一块新的记忆体 但是这个函式结束的时候 我并没有把它Delete掉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函数不会主动去Delete掉 但是 这一块记忆体 你就再 你没办法透过任何方法 再储存它了 除非你把它的位置传出来 不然你就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储存它 没有办法可以储存它 你不知道它在哪里 那你也没办法把它删掉 你也不会改它的值 但是这块记忆体会是你的 就是你的程式会继续占用这块记忆体 所以如果你一直乱new一堆INT 然后不把它Delete掉 你的程式会吃超多记忆体 然后最后就爆掉了 那基础指标就到这里 然后实际上如果你去查什么指标的念法 或是指标的指标很多奇怪的知识 你会得到很多复杂的东西 可能会有什么 可能会有一些理解一个很复杂的指标变数 是到底什么意思 那其实刚刚讲的就够了 就够了 然后我看时间可能还有一些 所以可能会讲解 我可能会讲解一下 刚这一题要怎么样写成地毁的版本 用地毁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刚刚的那个问题哦 有看过的人有懂他的意思是什么吗 有有有看懂的帮我举个手 有有人看懂刚刚那个问题吗 就是 呃 黑体 都没有看懂吗 好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一开始他有一个元素有个数字N 然后每一次他都会做一件事情 如果N是基数我就在中间放1 那如果N是偶数我就在中间放0 然后我的左右车是什么 我左右车就是N除以2 然后无条件舍去之后产生出来的结果 所以像是7这个东西就会是70基数 所以中间放1 然后左右边放2个3 然后 这个中间1在这里 然后把左边的3展开会长得像这样 右边3展开又会长得像这样 所以他全部都是1 然后他想问你也是这样展开的阵列之后 这样展开的阵列之后会有多 会有多少个 会有多在LR这个区间里有多少个E 所以他问你是把它展开这件事情 有个问题是你把它展开的时候整个区间会过大 如果你可以估一下 因为N是2的5十次方 2的5十次方的记忆体是宣告不下去的 非常大 然后重点是像这个10的这个例子 10是偶数所以中间是0 然后看左半边右半边是一样的 中间然后他把10除以2 所以中间是5 5是基数放1 5的两边是2 2的偶数所以放0 然后两边放1就结束了 所以他除了1还有0 那这样这个题目就会相当麻烦 然后 要怎么点这个问题呢 我会发现 但是它是个地毁 然后我的左右边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 是不是可以不用解决那么多东西 然后再加上R-L只有10的5次方 这个值应该是可以暴力去解决的 所以 所以 可以定义 我可以定一个地毁 就是 这个地毁是 定义的这个地毁是 就是 因为我 因为我 左边有个 2分之N 中间 然后右边有2分之N 所以 如果我定义 我定义 我定义 解决这个问题是 Solve 然后N L R 那我也需要知道什么事情 这是一个区间吧 那 如果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区间 重点一点是1 然后右边是它的大小 所以 假设这个东西叫Size 好了 那我查询的区间就有三种状况嘛 情况一是 我查询区间全部都在左边这一个 那我就直接递回左边这一个 情况一是我查询区间也只有在右边这一个 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 把L跟R扣掉这一个 扣掉Size加1 原因是因为 这边这一个刚好跟左边 左边 是对称的 那如果我要把问题规模有效的缩小的话 我就必须要把 这个区域当成 这边是头 这个是一个头 这边是头 那这边是头的话 我就要把所有的ID都剪掉Size加1 那这是第二种状况 第三种状况就是 我查询区间横跨左右边 那查询区间横跨左右边会发生什么情形 我们可以把它切断嘛 因为我只关心有多少E 所以我可以把它切成这样 那我就可以递毁这一段 那我就可以递毁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Solve N 除以2 然后从L开始到Size结束 那中间这一段可以直接判断它是E还是不是E 然后右边这一段就是Solve 然后从R 从这边E是E 到R减掉Size 减1 就是这一块 所以这样我们有递毁式子 那我也检查几次呢 最后一定会切成两种情风 要我就是E 要我就是0 1就回传E 0就回传0 那我最 因为RJL只有十的五次方 所以我只会检查到最多十的五次方个0或1 所以 如果只有十的五次方 那这样递毁下去一定没有问题 所以问题就是剩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取这个Size 那这个Size是怎么取的呢 有两个 有 有一个方法是 我的Size是透过 这个Size跟这个Size 然后加上一个E 加上中间E 所以这个Size又是什么 也是中间一个E 然后剖成 这个N除掉4 N除掉4 所以我可以先递毁 一样可以递毁 求出所有的Size 然后直接拿来用 或者是 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 有一个公式 就是 就是 观察一下 当我Size是1的时候 是1 当我是2的时候 是101 然后是3的时候 是111 然后是4的时候 是101 01 01 好 所以 其实 到底是多少呢 就是 观察一下 当我N每次会 每次会减半 然后除掉 这个东西 所以N会等于 所以N会等于 假设它的Size是FN 它会等于F 两倍的F N的一半 加1 加1 F1只有1 有一个 有点通灵的点是 可以观察一下 鲁鱼是1 这是3 这是7 你得到下一个Size 不是15 那这些东西 刚好是2-1 2的平方减1 2的平方减1 这边是2的3次方减1 然后这是2的4次方减1 好 假设F 这个东西可以写成 某个2的k次方减1 那我们可以得到 所有透过这地方 转移的人 会是2的k加1次方减2 所以它也可以写成2的k次方减1 所以我可以得到 可以证明说 它一定是2的某次方减1 那它到底是2的减次方呢 就考虑 这是1次方 所以就考虑我可以除2除以几次吗 那我每次除2 每次除2 每次除2 相当于我在求 它很接近2的几次方 这个n 那这个n很接近2的几次方呢 它会 的答案 就跟刚递毁的时候 我们提到一个东西叫log的次数一样 因为我们是计算n是2的几次方 这就是刚刚讲的对数 所以 这样的话就可以求出size吧 好 那实际的做法就是 这边有一个get size就是刚所做的这件事情 然后solve nlr 然后就是递回左侧 就情况意思 如果左侧有 情况是 如果中间有包含 然后情况是如果右边有包含 当初 当初我是这样写的 然后 回船 这样 有刚刚有没有听不懂的地方 如果有听不懂的话 可以举手或是在 聊天室问一下 有吗 还是先你们都已经写完这一题了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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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的机遇 比起你可能其他学的阵列 一开始学地毁 或者是 甚至明明天会学的 明天会学的 明天会学的 stl容器 所以 指标的使用率是 就我预过的话是最低的 可是学会指标的话 对于有些问题 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决 好 就这样 等一下 下一节课 是 下一节课 会在 11点的时候 开始 然后12点的时候 就会 就会休息 然后到下午的课程 好 大家都回来了吗 好 接下来是 早上的作业的部分 是 复杂度分析的部分 好 怎么是复杂度分析 就是 不就是说怎么分析一个题目 多复杂 是说 一个程式效率就是 取决于两个部分 常数跟时间复杂度 那复杂度分析 这边就是讲的时间复杂度 好 时间复杂度的主要表示就是 当处理的资料增加的时候 它的实际增加幅度 那常数的部分就是 比如说 有两个不同的程式 第二程式可能要少过正列一次 第二个程式可能不管正列大小多少 都要少过正列十次 那这一次跟十次就是常数的差别 那你不可能说少过十次的正列 还比一次还快之类的 所以 常数在层次的效率也是占了一个部分 然后先讲一个符号 叫做大欧符号 英文叫Big O Notation 那它意义是 当 你可以想象成当资料量非常大的时候 它运行时间跟成长速度会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演算法 假如它的输入大小是n 我们会花2n平方加3n加4去运算完 那当它非常大的时候 然后 因为n平方长得会像是 大概会像是这个样子 画个图 n平方会长得像是这个样子 它会很快 然后 接下来是3n可能长得像是这个样子 4可能长得像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当一开始的时候 4起来是最大的 就是说n等0 我还是要花4的时间 但是当资料量开始提升的时候 我们发现2n平方的这一项 开始提升的超快 那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假设 这边都没有影响 因为这边成长太慢了 这个东西就是主要的影响 这演算法的 时间的成长 所以我们就 把 把这个n 我们可以说它属于n平方的这种 这种 成长速度方程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 用比较不严谨的方法是 我们把常数2拿掉 3拿掉 4拿掉 然后保留最高的这一项 所以我们得到 这个tn就是属于 n平方的 好 那实际的定义说 应该如果说 演算法需要fn的 演算次数 我们可以说它属于ogn 表示说 当我的质量超过某个常数的时候 我的f 我的这个数字 会被某个常数乘上这个g 给绑住 大概像是 假如我的f长像这样 就是f 然后 g的定义是 只要超过某个数字 假如是在这个数字 这时候g可能还是输的 可是只要在这个数字以上 我的g 我的gn 只要永远都大 只要永远都在这个fn的上面 这是k乘以gn 只要永远都在这个上面 那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 点算法fn是ogn的 那我可以从这个定义发现说 t 刚提到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说是on平方 也是on三方 on阶层的 原因是因为 假设把这个东西画柄一点 它可能会长得像是这个样子 那on平方我们可以把它乘上100之类的 让它变得超大 那它就永远比它大了 那on三方也把它乘个100 它可能就会更大 那n阶层更大 n阶层更大 n阶层搞不好不用做 它就直接 它不是用飞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一个演算法会有很多个on 我们可以称 你可以打想成是上界 就是 它上面一定会被什么东西给绑 给压住 那一般人也会保留成长幅度最小的哪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会说tn是on平方 毕竟我们要描述一个演算法 我们希望它越有效率越好 我不希望说你开发出一个很强的东西 然后你跟别人说它很烂 这样其实没什么意义 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很怪之类的 那常用的复杂度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会称o1就是常数时间 假如它可以花 就是说一次两次四次一百次 那 因为我们说略去常数嘛 但是我们不可以说o0 o0是指 不用执行就会知道答案之类的 所以我至少要划o1 就是o1就是常数时间 这个logn是刚讲的对数时间 例如说刚那个gcd的算法就是logn 那on就是线性时间 比如说我们输一个阵列 其实就要花n次的计算 所以算是on的线性时间 然后就是后面 如果以后你们有打算要研究演算法 或是走竞赛程式 可能对后面的东西就比较熟 那如果没有打算要走这一块 你可以知道说复杂度大概就是 当资料成长的时候 我会花它成长幅度是怎样 但成长幅度越小会越好 那如果把两个复杂度相加 我会取最大的 比如说那相乘会kc把它乘起来 比如说on乘以n平方就乘起来 还是n三方 那如果用来单纯估 我的时间复杂度 我就知道计算之后 运行的多少 例如说这个程式 它的复杂度是多少呢 那就要看它怎么做的第一次 第一个回圈会做n次 第二个回圈会做n次 第二个回圈会做n次 乘起来是on平方 那 那 然后下一个层次是这个 这个的话 这个层次的话 我们这一次是从i开始 对所以 j从i开始会长得像什么样子 就有点像是t型的概念 第一次我i等于1 可以做n等于3可以做三次 第二次会从2开始 然后第三次只会做1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有学过 它大概是大概是n 大概是n 乘以n加1 除以2 这是 这个三条形的 这个公式 那这东西就是 这东西就是on平方的 诶 等一下 对它是on平方的 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层次 这层次 嗯 这层次要 诶 这个层次有问题在 我要检查i加j点k的这一组 那我最后只会找到n组解 因为i跟j就只有n组解 因为最早 那它的复杂度到底是n平方 还是线性on呢 那答案是 其实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只有n组 但是我还是把n平方实际上检查 所以它复杂度实际上是n平方 然后如果说 如果说要直接 要达到线性 也就是我只要找出每组n 那我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是 因为把这个搬一下 我只要输出i 然后k-j这一组就好了 那我这样只会有一层回权 那我这样的写法才会是线性的写法 那复杂度的部分 这一面我讲的非常深入 因为 一开始讲到递回这件事情 不达度有个很麻烦的事情 如果递回要怎么算 我花了多少时间 我们可以用一些粗略的方法去估计 例如说 它可以解决n次可以解决2的n次放问题 所以它是logn 或者是总共会算到多少东西 把它列举出来 但是 还有一个东西是 所谓的主定理 但是这边就不会再讲 因为 这东西非常难 然后 实际用到的机率 是 我还没有用 我还没有用过一个题目 是只有用主定理可以处理的东西 但是它是比较正式一点的分析方法 所以 呃 刚刚有有学员说 我可能讲有点太难 所以 我会传 连结 如果有有兴趣想要看的可以自己看 那如果 没有 如果 如果 刚刚有一些问题的 等一下 我是在都可以在discord上面提出来 然后 今天早上的课差不多就要这个部分 好 谢谢大家 来参加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